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大家从我们的交通层面 以及产业发展来看 基隆到底该如何发展 如何做才会更好呢 为您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贵宾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副议长林沛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还是比较喜欢被穿的重量级 重量级好像在提醒我们 重要级 欢迎副作 第二位是我们周三区的市议员 庄敬盛 庄益作 小军好 林副议长好 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 我就是重量级的议员 重要级 好 刚才说到我们要从交通 从产业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交通 基隆市交通 不管是看得见的大众交通工具 或是虚拟的5G发展 都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也是未来基隆发展的评估方向 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捷运 去年我们的副作还有庄益作就合作 开了一场记者会替民众把关 要争取应有的资讯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不满的说他被骗了 更播放他先前在市议会 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说轻轨到基隆就没有台铁去先车 为什么从去年11月15号到今年6月11号 这半年之间或者更早2017年 蔡英文总统来基隆发布说 以后基隆有轻轨的时候 搞不好这个时候就已经定案了 为什么那时候不跟我们讲 为什么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不能让我们知道吗 和副议长林佩祥一起召开记者会的 基隆市议员庄敬盛也非常质疑 见基隆轻轨台铁火车区间车 却不进基隆火车站 以后要搭火车到台北 还得先搭轻轨到八堵换火车 或是搭轻轨到南港展览馆附近 再转成其他路线捷运到台北站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交通便利新措施 似乎朋友 大家都在车头附近 就是因为我们的车头在附近 现在我们在想 除了上班通勤以外 包括我们自共和 既然我们要去下班 要坐火车 我们原本都不用转车 直接一班就可以搞了 以后我们还要变成要转车 让我们交通更不便宜 这样才好 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没有公开资讯隐瞒的做法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和市议员庄敬盛强调 这是重大的公共议题 不要说民众和民代一关心 就被模糊带风向说成是选举操作 他们要求中央或是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举办公听会 让市民朋友了解这项决策 不要再隐瞒 如果政府不办公听会 他们将会自行办理公听会 更不排除发起公投 让基隆民意决定到底要不要这样做 我们一定会站在民众牵着民众的手 跟这些来奋战到底 让民众的权益不受损失 甚至办于公投这种项目 我们也不排除 尤其是身为基隆唯一 在中央代表基隆人的国会代表 他必须站出来表达他的立场 在这个这么重大的建设案子里面 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到底存什么样的心态 来帮当看到这个基隆轻轨案的时候 他到底付出了什么努力 林佩祥强调不管是中央 或是基隆市政府 以及基隆的中央民代 应该让基隆市民充分了解 建基隆轻轨这件事 到底还有多少没有说的事 诉诸基隆民意直求对决 要不要接受不要再隐瞒 这个基隆捷运延伸到这里来 我们真的讨论了非常久 他的过程也是起起伏伏 前一阵子还听说到好消息 但是目前又没有声没有戏 我们要先请庄义座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的进度到底是怎么样 是的小军 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影片 就是在我们当初规划轻轨这段时间的一个讨论 我们在去年的一个市长会议中 我们已经有开始将捷运 开始那个将轻轨捷运 开始改为中运量捷运 也就是说我们的捷运系统 未来就可以跟大排北独卫区的捷运系统的路廊一起来做结合 就不用有转成可能就有直达的一个问题 就可以产生 所以我们在市长会议之后 这段时间 我们也开始在不断地告诉市政府 催促市政府 我们到底这个定案明确了没有 尤其是我们市长会议说 我们捷运 中运量捷运目前只规划到八堵 但是对于八堵到基隆这一段 攸关于我们基隆市的城市缝合 等等的相关问题 以及城市发展上面 我们却只闻楼梯响 并没有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所以透过这样的我们民意交响局这么好优质的节目 我们同时之间跟我们林副理长 来告诉我们市民朋友 我们目前希望捷运对于我们基隆市的影响 大概有哪些 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节目 来一起来为我们基隆捷运来努力 之所以我们捷运 基隆捷运为什么可以促使我们城市逢流跟城市升级 这有很多方面去探讨 捷运跟火车 其实它都是铁道运输 其实它都是行驶在铁轨上面 为什么我们要捷运 而不要火车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互相的探讨 我们火车一般我们要出站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等等等等很缓慢的前进 但是捷运呢 它的起步速度快 它就嗶嗶嗶嗶嗶嗶 它直接就马上就往前进了 也就可以证明说它是可以爬坡性能比较快 能够让我们的捷运地下化这件事情能够尽快来促成 为什么说我们捷运地下化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城际转运站就盖在我们现在目前火车站的上方 所以我们高价的部分可能就要 可能就这个思维方向可能就要改变了 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来促成我们的铁路地下化这件事情 铁路地下化它就可以创造出我们的城市缝合的一个契机 我跟林佩祥林副议长常常在讨论 我们有幸在这一届能够当选基隆市的市议员 为民众来发声 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升级 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 让我们的捷运系统也能够到我们基隆来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紧咬着牙齿 牙根要咬紧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至少规划也要让它做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届是不是能够 还能够得到选民的青睐 能够继续来连任 当然我们林副议长 在非常优质的问证 我也非常的努力 我也希望民众应该都看得到 如果城市缝合这件事情要做到 必须要清除四个路桥 我们中山桥 三十一号桥 东岸高架桥 还有城工路桥 还有两个平交道 也就是我们的城工桥下的平交道 以及我们大华平交道 如果能够将这两个平交道来解决 我们的地下化就能够促成 再来我们通勤组 其实它需要的是台铁还是捷运 这件事情就值得大家一起来探讨 目前搭乘我们的台铁 去台北外线市上班的 大概有一万一千人 一万一千人 它大部分都是搭乘我们的区间车 跟我们的自强号 因为我们现在基隆市火车站 只有区间车跟对号列车 对号列车就是自强号 但是我们在台铁搭乘 在台北市上班的通勤组为大多数 其他有一些是在桃园 部分在桃园 或是在板桥 新北市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台北市中心比较多 那我们搭乘区间车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只有可以搭乘在 松山火车站 以及台北火车站 如果我在这两站 只能在这两站下车的时候 我必须要再转乘 因为如果我是在南京东路 或是在东华南路 复兴北建国南路 等等这几个 在市中心的比较重点的一个区域 我们就必须要转乘 但是这样造成我们通勤组 我去上班的时候 可能要半个小时 下班的时候也要半个小时 这样就浪费了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如果捷运能够直接进来到我们的市中心 我们能够透过捷运的这样直接去台北上班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通勤组的朋友们 民众们能够多在家里陪陪他的家人陪一个小时 跟小孩吃吃早餐吃吃晚餐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去严正的去思考它 再来我们如果说有捷运进来了 我们剩下的就可能就只有对号列车了 因为我们区间车有一个进和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自强号 自强号我们在我们一整天 我们可能就只有五班车 五班是海线三线 一班是海线 只有一班到彰化 其他五班有到高雄 但是这六班车 你觉得我们一天里面 有多少民众会去搭乘往南部走 我们算一算大概可能 有没有五十一百个人 从我们基隆火车站搭车 应该是没有 如果说长辈可能要到他乡下去 比较南部一点 可能到中部去 以前我们一港而升 很多民众是从中部来我们基隆港 偷闲滑 回去跟亲戚见见面 或是办点事情 但是这个还是据于少数 据于少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说 我们平常通行族 每天有一万一千人 跟这一百个人来去比较的时候 是无法相比拟的 所以我们基隆真的需要是捷运到基隆 到基隆火车站市区里面来 还是说我们要让台铁一起变形 但是在于路廊上面 我们应该去充分去讨论 现在的山坑地区 它可能有些房子已经盖起来 原本就在铁道路廊上面 因为有仲冠线跟宜兰线 如果我们要产生第三轨 我们可能就有可能要拆一整排的房子 如果我们不把捷运地下化 一直延伸到我们市中心来 到我们现在的火车站这个位置 我们的城市缝绘就变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我们在于所谓的对号列车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舍去 也就是说我们台铁不进基隆站 只有在七堵跟八堵 但是也有民众在想 很多长辈他拎着行李 要去杀对号列车 我要去转车很麻烦 可能会造成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建议 我们在八堵跟七堵 包括跨越台的一些手扶梯 以及电梯 让我们的民众 让我们的旅客 能够更为顺畅地去转乘 让我们比较大宗的所谓的通勤 通勤族能够很顺利地去台北上班 也能够早一点回家 这是我们对于现在的一个捷运 中运量捷运的系统 我们的一个期待 同时之间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运量 因为捷运会更方便 所以搭乘国道客运的人就会减少 也就可以减少我们中山高 及北二高塞车的问题 每天都要在系纸无睹这个段 有塞过吗 塞车塞得很痛苦 我们林副委长常常跟我们的通勤族 一起去了解 一起搭车 然后也在那边塞着车 也知道他们的无奈 我们林副委长非常用心 特别去了解说我们这条线路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通勤族的需求到底有什么 常常我说 你这样做民意代表真的是太辛苦了 倘若我们基隆捷运到我们市中心来 也就可以我们进行我们的捷运地下化 范围就是从我们现在的基隆火车站 一直到我们的南龙路殡仪馆前面的隧道口 因为我们必须要跨越基隆河的八度铁桥 所以如果能够爬坡从到那里上来之后 对于整段的陈述峰河 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利于我们市中心的发展 请电视机以及我们网路上面观看我们民意交响局的好朋友们 大家跟着庄议员跟着小庄一起来思考 来去探讨说这条路廊我们应该怎么走 四大路桥中间包含了我们中山桥 中山桥如果拆除了 我们将可以改变我们南战周边的 也就是我们基隆的民电 我们的三集园那一块那个区域 包括我们的中山路以及中二路 还有我们孝氏路孝山路 大家摩托车停到真的是连棋楼都是满的 我们这个停车的窘境将就会打开 因为我们路廊打开停车空间也会更加增加 然后再来我们的三十一号桥如果拆除了 原本三十一号桥下这个整段道路 连接我们的人武路 你看那个路幅就变得非常的大 包括我们的公园街就可以一并来改善 还有我们每次要跨越这个三十一号桥都要爬一个非常陡的坡 然后再下坡 这对于人本空间人本行人的这个路廊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同时他在他那个节点又刚好在仁爱区 安乐区中山区的一个节点 也可以促使我们现在目前面粉厂这一块基地 能够好好的妥善的能够来开发 再来我们如果也能够将东岸高架桥拆除的话 东岸高架桥拆除我们的基隆港面对我们海洋广场的第一线的景观 将会变成完全的不一样 将会让我们的市中心的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景观上面 都变成为世界级的一个国际港口的一个景观 同时如果拆掉的话 我们的明德清明至善 这三栋盖在旭川河上面的这三栋大楼 也能够得以拆除 因为桥墩没有拆 因为他就紧邻着桥墩 如果没有拆那三栋要拆的话 对于桥墩来讲是非常危险 如果这三栋可以移除 未来的我们的铁道的路廊的土地 释出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山坑或是哪里附近 盖一个捷运供购仔 能够将这三栋的民众来牵过去 我们的旭川河就可以得以见天日 我们的旭川河能不能变成韩国的清西川呢 是可以的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这一定可以让这个计划能够完成 再来还有一条成功路桥 成功路桥我们也知道成功市场旁边 下面常常呃呃吵吵 现在有稍微改善了 装了很多LED的灯光 让下面比较明亮一点 但是它还是牵制着我们的城市发展 有一个成功平交道 还有一个成功路桥的桥下 如果这个能够拆除的话 我们的铁道街 我们的牛仔街 甚至到三圈仔这个区段 整个就可以整体开发 我们的市区就可以退到施求岭的下发 那个所有的腹地所产生 所有的经济效应 比你盖两次捷运都还要值得 这就是我们基隆市城市发展 最需要希望能够透过基隆捷运 来做城市缝合这个契机 来去整个改变我们基隆市的一个面貌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基隆的伤疤才不会在 影响基隆市区的一个伤疤 就是那两条路廊 就可以解决 然后基隆市区就可以更加蜕变 然后进而更加发展 再来我们希望能够推动 所谓的航港城计划 为什么说推动航港城计划 为什么跟捷运又有关系呢 捷运如果进来 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的腹地全部都释出了 我们的航港城 就可以开始慢慢 其中计划的一环 就是在于我们的小微笑以及大微笑 所谓的小微笑 我们的微笑港湾 就是我们港西街 还有我们国门广场 然后再接到我们中正路 这就是我们的微笑港湾的一个路廊 为什么还有一个大微笑 大微笑因为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些议题 我们的大微笑就可以产生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中山一二路已经拓宽完成了 中山一二路拓宽完成 我们再左转 如果三十一号桥拆掉了 那一个路廊就变得更大了 我们连接人五路 以及我们成功路桥也拆除了 一直我们东河大楼也有可能也可以拆除 然后再走到底 刚好是南龙路口 我们再左转 左转就是我们爱山路 是我们市区最繁荣的一个结果 这个大微笑就可以产生 就成为我们基隆市区的一个 单行道外面的一个外环道路 外线市的朋友常常来我们基隆说 你们的单行道我们真的走不出去 跟迷宫一样 只能左转也不能右转 也不能执行 然后如果有外环道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加完善 这件事情也牵动着所谓的 我刚刚讲的航港城计划 我们基隆是游轮母港 有很多国外旅客 以及外籍旅客来我们到基隆来探访 来到我们的台湾 我们是一个国门 我们国门能够有一个 所谓的精品店 就可以将我们的原本的 五六年代的委托行 它是以前五六年代真正的精品店 在我们基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引进招商引资 让真正的LV Bibery 这些能够进来我们的委托行 来成为我们基隆市区的一个 免税特定区 免税特定区 就可以让我们基隆市区 变成一个宛如一个基隆市区的 一个outlet outlet mall 我们的以前的国际百货 现在变成全国电子 知名的一个商家在进驻 为什么不能变成星光三月 不能变成大圆百 基隆市的城市缝合 应该配合着我们的韓港城计划 一起来做 那我们这些区域里面 所谓的大微笑跟小微笑 中间就是一个淡黄区 它可以延伸 我刚刚讲的校二路委托行这边 我们还有清安宫 我们民众可以来参观我们的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 来拜拜妈祖 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再走 我们刚刚讲的明德清明至善 如果三栋大楼拆除之后 我们的旭川河 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清溪川 也可以变成市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同时发展我们卡玛丁的渔业文化 再往前走 我们有李亚库 连珍 非常知名的伴手礼 买买伴手礼 再往前走 我们知名的庙口小吃 爱四路商圈 爱四路商圈再往前走 就会连接到我们一二路 这个大微笑所产生的一个经济效应 远大于我们的捷运的所要去盖捷运的这些经费 我们能够想办法能够让它活下来 也能够让我们城市变得更好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我们的基隆的繁华再现 同时我们常常跟年轻人讲 到底基隆好 所以捷运要来 还是捷运来了之后 基隆才会变得更好 他们就突然间觉得说 这几个字 他们产生了一些矛盾 但是其实对于捷运来 当然对基隆也是好事 但是我们基隆 应该要把基础建设做得更好 让捷运自己来 我们如果推动航港城计划的话 就是表示说我们基隆是非常值得 你捷运来过来 我们基隆 就不用我们一直求拜托 一直跟中央祈求 你拜托你基隆 我们捷运延伸到基隆 到现在的一个 包括之前的轻轨捷运 包括现在的一个中运量捷运 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 最大一个契机 如果我们今天不做 我们可能50年 100年 基隆市区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契机 去改变我们整个基隆市的龙貌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基隆来打拼 不要因为政治的一些口角 以及我们意见不相左 相左的一个状态下 让我们失去我们基隆返华的机会 的确真的也可以看到 以从交通的角度面来看 就可以看到我们城市缝合 最后背后发展的整个整体空间的成长 我们请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记得你那时候有曾经说过 有机会能够在这一届 看到城市缝合的这个契机 你真的都要努力去争取是不是 昨天吧还是前天吧 能够商市长在做市长施政总报告的时候 他不小心透露了一句话 说本来在四月初的时候 就市长要再见一次面 交通部长 新北市长 台北市长 跟基隆市长要再见一次面 结果因为太鲁阁的事情 所以见不到面了 所以我当初乌鸦嘴讲的说 人走茶凉 结果人走的不是林佑昌 人走的是林佳龙 所以政治这种 喜欢中共政策这方面的事情 真的是充满了变化 所以捷运这样看起来又不会来了吗 我还是希望他会来 因为这个捷运是 当我们在看捷运这件事情的时候 目前有分好几种方案 有分说什么三轨 有分高价 刚才小庄义座也有讲到 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要选的是 对基隆最好的方案 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化 这一点上面 我跟庄建成庄义座是同感 而不止我们两个 很多本党的议员也是一样想法 甚至很多新科的非本党的议员 也是一样的想法 我们大家都想要捷运来基隆 到基隆市区 可是我们 大家在争执的一个点是 怎么样是最好的方式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轨道地下化是 相对起来比较贵一点 造价比较昂贵 可是是对基隆最好的方案 我提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当你轨道地下化的时候 你所优待的不是只有通勤族 而包括产业上的发展 通勤族在基隆 他们需要的不是速度 到台北车站而已 他们更需要的是稳定性 也就是说 当你车子直接到台北车站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必须在车上等个半个小时 变成说你本来计划上班的时间 开会的时间 都因为这个延迟的半个小时 所以把它挡住了 而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 如果说这个捷运 如果能进基隆市区 用地下化的方式 会帮旁边造就出来 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跟非常多的产业 能够来进驻 不见得是所谓 不见得是所谓的劳工密集的产业 反而是可能是第二项产业 第三项产业 是第四项产业 像是知识型产业 技术型产业 进驻在基隆市中心 我曾经在总咨询的时候 跟林佑昌理事长讲过一句话 基隆不缺人才 基隆不缺资金 基隆不缺机会 基隆缺的是地 他听完之后 他也不敢回答 因为他知道基隆缺地 所以如果要让产业 能够进驻到基隆 真实的让我们所有 上班的这些通行族 这些最辛苦 也是我们基隆最优质的人力 最优质的精华人才 能够留在基隆 产业回到基隆 回归到基隆是必要的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生活方式 我常在PTT上面讲 听到一句话说 基隆是最北的南部 因为相对比较起来 基隆的生活方式 跟北北 是有一段的差距 而为什么跟北北 因为北北有捷运 来去做一个连结 当你有捷运来做连结的时候 本来三重板桥 在15 20年 甚至30年前 跟基隆比较起来 那个落后程度是差很多的 可是当我们现在 到新北的三重板桥去看的时候 忽然发现 为什么他们进步这么多 原因可能不是单单纯纯说 是因为溢出效应 因为基隆其实 没有离台北没有很远 反而很有可能 是因为捷运的问题 让生活方式 让人愿意去移居到三重 移居到板桥区域 所以这个生活方式 让北部的这些精华人才 让基隆人留在基隆 而让北部人愿意来基隆 多多沟通的时候 这样才能把整个 所谓的这个溢出效应 也就是把所谓的人力资源 跟金流 跟各方面的资源 能够好好的留在国门 留在最北 基隆 台湾最北的城市 第三个是 在于整个城市的魅力 跟影响力 跟吸引力 这个是基隆的 也现在长的样子 如果看得清楚的话 其实我这边不太清楚 看得清楚吗 等于是这边有一个 横的那一条线叫做铁轨 上面直的这四条线 就是刚刚 专一座讲的四大路桥 你觉得这一个人 如果上面有 如果一个人脸上有这个疤 这个人脸会好看吗 不可能 不可能会好看 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基隆市的市容不好看 因为有四个疤 一个大疤跟四个疤 你不太可能 没有对任何说 有发生 就是说脸部相对 有这样的人的不敬 但是你本来就算长得跟林志玲一样 还是长得跟金城武一样 当你有这个疤出来的时候 不会有人会觉得说 你的脸是好看的 那基隆就是这样 基隆的市容一直被人家诟病 是因为铁轨跟四大路桥 当我们把铁轨拿掉 把四大路桥拿掉的时候 中山三十一号桥 东岸高架桥 跟成功路桥拿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基隆本来的面貌 跟刚刚庄一座讲的一样 基隆本来的面貌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平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东岸跟西岸 然后可以看到 一个很漂亮的小小的腹地 当你船从海洋里面 进来到基隆港的时候 你会觉得方便 这边有很漂亮 小小的一块腹地 然后没有被切乱七八糟 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说 我在海上那么久了 然后我好不容易看到陆地了 这陆地上的城市 看起来蛮好玩的 我很想坐来走一走 这是为什么基隆 如果说游轮的客人 他们下来愿意 在基隆走的原因 但是当我们有这个 一道大巴四道小巴 变成说他们走 只能走在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的时候 他们自然不觉得 这很好玩 在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玩的时候 他们不会觉得说 基隆是个好玩的地方 因为他们没有防管 整个基隆 所以基隆现在有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全台湾都知道 包括上次我最近常混在一个新的APP 叫Clubhouse 一个算是最近爆红的一个社交软体 上面的人全部跟我讲 基隆东西好好吃 基隆东西很好吃 我们以后应该做一集节目 就讲基隆吃的 然后那个副作人你有空 我们来上面聊聊 说好我很欢迎 基隆可以吃24个小时 24小时都有东西吃 而且CP吃超高 为什么因为基隆以前有两个 我们都知道码头嘛 我们都换两三班 所以每一餐都可能是晚餐 每一餐也都可能是早餐 所以基隆东西 而且基隆东西味道比较重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 所以都是要吃比较咸一点 比较辣一点 然后我们又 因为我们又尽量把那个古早鱼留下来 所以说在基隆吃东西真的是很幸福 但是人家不好来 人家不好来 人家一来之后看不到怎么去走 现在人家知道仁爱市场有 有这好吃的东西 可是想一想 如果仁爱市场旁边就有一站捷运站呢 想一想 想一想中山路校商的旁边就有一站捷运站呢 那个时候人家直接从捷运站这边走过来 带来的人流会帮我们 带来的人流 跟我们本来已经重新 怎么讲 重新去注入活力的城市风景 这本身来讲是对于整个城市魅力的大加成 如果你是高价桥的捷运 还是现在只是走平面的捷运 都做不到这些事情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去点缀 没有办法再去做出这个空白 你这个八还是在 所以这才说了什么装衣座 跟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八拿掉 而我们觉得 对没有错是比较贵 可能多贵个本来的造价的 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 但是所造出来的产值是三百四百甚至五百倍 可能五百倍多一点 五百个percent跑不掉 可是这就是对基隆百年 不管谁做市长 谁做好这个对基隆百年 以后人家永远 以后你的儿子在基隆走的时候 人家说你爸做得好 你爸是厚人 他会直接跟你这样讲 不管谁做市长 可是我就很担心说 这个这么好的机会 不小心又有人走茶凉了 所以我会在这边跟装衣座一起呼吁 我跟代表所有基隆 真正的基隆人呼吁说 如果能够的话 帮我们小孩子想一想 让他们留在基隆工作 帮我们小孩子想一想 让他们觉得基隆是个骄傲的城市 让他们觉得说 我朋友来基隆 这温刀很浅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如果我们这边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说 我们对基隆对得起 这是我们两个真的真实的想法 所以 我们基隆的荣誉感 荣耀感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交通路廊 能够去改变我们整个市区的龙貌 让我们基隆变成我们真正北台湾 以及我们国家的骄傲 所以真的就是大力争取 捷运不只来基隆 而且还要地下化 这才能带来 对基隆带来最大的奇迹 那说到这个 当然重要就是基隆要发展 那产业要进来 说到产业发展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 我们青年人的创意 宇洋文教基金会 就释出了团队的场地 改造成创业商务空间 Working Bar 24小时营业 分成小型办公室 还有会议室等空间 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有圆一个自己的梦 宇洋文教基金会 释出在中正区 异议路大楼空间 交由年轻专业团队 与创整合行销 改造成创业商务空间 Working Bar 以24小时营业 分隔成两间小型办公室 以及两间会议室 和大客厅等空间 帮助青年朋友 用年租或十租的方式 创业使用 热闹开幕营运 备受各界肯定 就是一起加入我们 改造基隆这个地方 创业商务环境的 这个更友善 可以让这个环境 可以更友善 基隆有一个重要的好地方 提供青年来创业 那大家能够在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来促进产业发展 这个也是我们参加 这边非常重要的工作跟业务 就能够让大家来促成 我也希望它不是只有 这几个我们创业伙伴 所共同成就的事情 更重要的 它会是在基隆市 在未来竞争的时候 一个趋势的始料 有了温风暴的存在 我们未来可能 我们对新的商业模式 对新的科技 对新的展望 会有全新的了解 恰巧到基隆的国民党主席 将启程更以立委身份 现身祝贺 所以今天在基隆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享空间 Walking Space 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其实离台北这么近 很多人一定会想说 我就到台北去就好 甚至到达基隆 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大的 而且是要做起来 老实讲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愿意做 我相信困难 绝对也会遇到 多位出席的基隆市议员 也肯定这个创业商务空间 Walking Bar的成立 特别对基隆青年创业 留在家乡有所帮助 除了创业以外 我们也甚至也可以 慢慢的制造了很多就业空间 能够让真正的 让我们在地的年轻人 能够留在自己的故乡 好好的安稳的工作 也同时照顾家人 孝顺自己的父母 这么好的一个创业空间 不会是第一个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 希望是可以很多的 像是火艇 引发这个 Space的空间可以出来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是 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心 那也希望说未来可以有 更多的创业人才 可以来进入这个场地这样做 交通建设应该会是我们未来的 要努力的地方 那也要拜托我们江委员长主席 交通建设可以帮忙的支持一下 我们的基隆基地 还有让他完成这个东西 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台北新北 旁边的基隆 有可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 回乡或是进来的基隆 全台湾第一个青商会在基隆诞生 至今你算大概有多少人 台湾的基隆是基隆头 我们要恢复到这样的能力 希望大家留在基隆创业 帮我找出找回这样的能力 出席开幕仪式的许多位 来自基隆和台北商业界 和社团等各行各业的负责人 不乏自行创业有成 对于基隆市有这样一个 分享工作室空间的地方 协助青年创业 也表示支持和肯定 真的要把青年人吸留回来 在我们基隆创业 的确要花非常多的心力 其中这个Working Bar 可以看到我们副作真的很用心 带大家一起踏出第一步 那目前怎么样 未来又会怎么样 我们要请副作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自己觉得这是实验 这是一个 算是想办法把基隆再重新 去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新的活力的一个实验 我一直觉得基隆的真正问题是 基隆人都在台北上班 那台北有很多优势 那有时候基隆的公司 甚至在新北注册 因为新北很多税收方面的 上面的优惠之类的 但是当如果年轻一辈的都去台北上班 那所以年轻一辈的都宁愿去台北找机会创业 那其实对我们基隆市就会慢慢慢慢的萎缩 所以为什么基隆市人家说 就是看起来又老又旧 因为一直没有新的人 新的活力 新的创意跟想法 在这个城市里面 那不是只有市政府 这不是市政府的责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能做的话 我们应该去试试看 去负起的一个义务 一个责任 所以这个Working Bar 这个是我学生他们一群 海大的学生 这些家伙 海大我教过一群学生 他们说老师我们要试试看 我们想试试看 我们必须试试看 我们这些人都在台北上班过 那我们现在回来基隆 那我们想自己做 为我们自己的家乡 为我们自己的城市 试试看说 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然后在这边吸引的 跟我们以前跟我们一样 不得已去台北上班的年轻人 能不能让他们 不要跟我们一样去台北 然后通勤得很累 然后最后面就决定说 就留在台北 反而倒过来 因为我们给他们这些机会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留在基隆多一点 然后我们对这社会付出多一点 对这城市付出多一点 变成 以前都要台北的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是留在基隆的一个良性循环 看这件事能不能够出来 所以这初期就是希望说能够 有一两个公司就好 一两个公司 成功的公司就好 在基隆 然后可以把local job 就是当地的工作机会 制造出来 他们如果开一间公司 至少要 hire两三个人 那搞不好这两三个人 就可以养三两三个家庭 这两三个家庭就表示 至少有四到五个老人家 至少他们可以多有一两个小时 跟他们的家 跟他们的小朋友在一起 然后可能有一两个小朋友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可以多跟他们爸妈 至少有人多关怀一点 就是希望有这样的良性循环出来 而第二个来讲也是 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关 当地工作机会的创造 所以我说这是实验 因为这些东西要做成的话 要整个经济规模出来 没有那么快 但是这个实验 我觉得我有义务 我有责任一定要试试看看 第二个是我上次跟谁 跟独发叔叔讲是徐燕欣吗 我跟徐燕欣聊 那徐燕欣也是基隆人 那徐燕欣跟我讲说 其实副作基隆没钱 基隆没有税收 所以基隆既然没税收的话 我们就不能学巴塞隆纳 学纽约 学那些大 那些有税收的大城市 我们就应该学那些 没钱的小城市 但是因为没钱 所以他们想办法 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像是爱沙尼亚 我说你怎么会跟我讲 怎么会讲到爱沙尼亚 那个地方你去过 我说他说我没去过啊 但是爱沙尼亚是第一个 发明比特币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说我还真不知道 所以他就跟我再分享说 我们需要是多一点创意 如果我们能够吸引多一点创意 让创意人才在基隆 一些小小的东西创意出来 创意这边创意那边 或许我们就有机会 让基隆变成一个 人家一个创意之都 甚至是创业之都 吸引年轻的人才 吸引年轻的成人 来这边创业 发挥他们的创意 因为基隆的房子相对比较起来 如果好好去打理的话 是相对便宜的 基隆离台北真的不远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creativity 把这个创意能够留在基隆 有什么方法让他们留在基隆 成功的话 那基隆就有很多 跟人家不一样的竞争优势 刚刚小军有讲到5G嘛 5G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东西 可能都跟网络有关 都跟数位有关 可是怎么样去apply 怎么样去好好去应用5G 这是靠创意 这是靠怎么样去做每个方式 在每个不同的领域上面 去怎么样去发挥奇想 那这样的创意 这样的办公室 这样的小而美的studio 是最适合我们基隆的 第三个原因其实也有点是希望 第三个点是最难拿到 可是如果能够做成是最有用的 就是透过这些创意 透过这些年轻人的发想 跟热情跟卖血卖干 我们可以把台北的那些资源 吸一点过来基隆 就是台北的那些大企业家 他们会 他们有 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讲 有钱人不怕投资 有钱人是找不到地方投资 他们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 所以为什么台北也好 纽约也好 上海也好 这些一级二级的大城市 他们钱都越来越多 那我们离台北那么近 全台湾就只有一个台北 我们离台北这么近 只要有台北的一点点资源 制造说基隆这边有一些创意的年轻人 他们愿意去发挥创意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去制造出来 其他人看不到的产值 或许我们就有机会吸他们一点点 1%也好 2%也好 那个产值在基隆会是吓人的 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 让那些年轻的创业者 来到基隆 让那些天使基金的人觉得基隆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未来出来 会有一些出息 我们早期去投资它 那这样这个跟以前当年230年前矽谷一样的风气 如果我们能在基隆把它创造起来 那会是很精彩的事情 那个是可以实质上帮基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做大幅度改变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说 这是个实验 这是个从民间开始的实验 那我们两个开幕都有去 我们两个如果不站在后面说 这个东西好 不会有人相信 那我们两个不知道 我海大教授你海大毕业 我们两个不站在海大的协力后面说 我们要帮忙 我们值得帮忙 这个我们要帮 我们讲不过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两个也都到 职位海大 秉训也海大 江启臣不是海大 其他基本上海大帮的 有点想要有海大 有点想要有海大 对吧 五个海大帮都过去原因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海大出来的学弟去试上看改变基隆的机会 我们不支持谁来支持 所以 就希望这个实验能够 成功 只要有一点点成就都好 有一点成就就觉得说 搞不好就 我们相信的那一套就有07年跟我们一起 愿意读读看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感觉 真的可以很感动 就是愿意去做 一定要试试看 那如果真的创意来了 就哪怕是这么一两个 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资金或是企业进去 那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机会 不做不会怎样 做得搞不好就会很不一样 真的 那只要有一点点 只要有一点点成就就是往前再一步 那大家都愿意往前一步的时候 搞不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总是要有人笨到走第一步 对没错 现在实验 真的是实验 真的是实验 那像这样一定要去做的 还有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我的民生了 我们的漏水问题 金融的漏水率是全台之冠吗 我们要来检视一下 其实漏水这一件事情 每一区都有碰到 我们先从中山区开始 怎么办呢 其实中山区从最近有发生很多破管漏水的事件 一直以来我们的中山区的一些管线 都存在的一些老旧管线无法太新的一个问题 我们那天我们在西定路 在盛兴中小学前面 那个坑一挖下去看到那个管 竟然是民国67年 那时候我才四岁 它就已经埋成那个管 然后那个管不断的 不断的送水压 然后一张一缩一张一缩 又加上路面上面的震动 很容易就老旧管线很容易就这样破损 因为以前都是塑胶管 现在都是金属管 所以现在新的金属管 如果换上去之后 将会减少很多破损漏水的问题 基隆是我们全台 全国漏水利之灌的一个国家 的一个城市 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山区 中山区你看从西定路中和路 现在我们去看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在抱怨 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挖 为什么又漏水 为什么又停水 这对于民生用水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如果长辈他光是要洗个手上个厕所 都没有办法有水可以冲厕所 对于生活上面是极为不便 尤其长辈你叫他从住在五楼 从五楼要下来提水 然后再上去 更是痛苦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彻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来摆脱我们基隆漏水王这个称号 所以我们跟自来水公司 一直不断的讨论 在地方上面有发生水管漏水 以及施工在修补的情形 我特地就一直待在那里 第一个希望他们能够加速进行 能够减短这个工程的时间 能够在尽量能够在一天里面都可以完成 不然以前都要挖个两三天 同时也在透过这样我去学习 为什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它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会一直发生这样的问题 它施工在修补的时候 为什么要那么久 于是我就看到了很多问题 举例来说 我们一般的管线 我们都要埋设在1.2米以下 1.2米以下 自来水公司通常都很乖 它的旧的管线都在1.2米以下 但是上面垂直的排 一般我们来管线应该是平行的排 这边破才不会去挖到你旁边的 对不对 但是它都是垂直的 自来水公司在下面 台电在这里 上面还有宽屏 甚至还有我们有线电视的一些线路 如果你看不小心挖到了宽屏 那个有多少光线要去接 那是就会拖延很多时间 包括管线的下面 我还要再蹲在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原本用挖土机挖 挖到变铲子在挖 铲子又变太大 还要换小只的铲子 几乎人工在那边一直挖 非常非常的耗时 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够来将管线公司就有了管线的问题 希望能够来有效的一个来施作 我们最近看到我们全台漏水利第六名的台中市 台中市现在目前它透过他们台中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平台 将所有的管线公司一起并入那个平台里面 共同讨论如何去将就有的管线台储 以及未来埋设的方向应该要怎么样做 而且要把所有的图资建置起来 这会为什么会建立这个平台有一个优势 就是假如说如果我现在自来水公司已经在施作了 我在往前进的时候后面是不是台电可以进来 或是宽屏中华电信可以进来 就可以分批来进行所谓的管线 就不会有这边挖完换那边 那边挖完换那边 好像在玩游戏一样 但是我们的路面就跟越野道路一样 就开始有很多的假修 一个框框一个框框 民众都说那好像起吃钱的衣服 好像狗狗狗 就是变得非常不平整 也造成我们路面民众行使路面道路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他成立这个平台 能够将所有的重机具 统一在某一个区段来去施作某一个路段 例如现在自来水公司已经编了大概有8亿 在我们基隆市各地区要开始将我们的自来水管老旧要更新 在我们西定路就是其中的一个标杆 如果西定路整排要挖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容忍地住说自来水挖完之后换宽屏 宽屏挖完换台电 这件事情我们不希望他重新再发生一次 所以我们希望他建制一个平台 将所有的管线一起来重新来把整条路一起来修好 虽然会有一些交通的阵痛期 会有工程上面的让民众出入比较不方便 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了一次 我们忍受这一次可以撑很久 至少二三十年跑不掉 我们能够维修也能够非常的顺利的进行 我们也不用一天到晚有断水断电的这样的问题 一直产生让我们民众不堪其劳 我们希望基隆市政府也能够听进这样的意见 让我们的民众用水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 真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平台 然后大家选一个日期一起镇通这一次 傅作人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 我觉得那个庄艺作刚刚讲台中的这个 所谓横向沟通的平台 其实是基隆最需要的 因为我们不管是市政府对上自来水公司 还是对上台电还是对上中华电信 他们就管线的问题在基隆是非常严重 因为基隆是全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之一 而且也算是全台湾平地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所以现在的这些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的话 真的是要大破大力 整个如何去做这个平台出来 然后如何用共管的技术 然后把整个的全部的水管也好 还是说其他的管线也好 全部整合起来 然后再用新的技术的时候 是不是我刚刚跟他提议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说 什么空拍机之类的 什么管线过去看说 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自来水的那个 其实基隆市的这个路凹凸不平 我很早就听过一个背观野石 就是说那个本来自来水的水管破了 好 它换一个新的管 它换一个新的管过去之后 本来的管线空了它没有填进去 所以变成说一直重车一直压压到后面 最后面在市中心就 那个整个管线就变成说 所以我们市中心以前路凹凸不平 是因为自来水那个管 旧管抽掉换新管 在新管下去的时候 那个中心的空隙没有把它填满 而因为反正你看不到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是横向沟通上面 这个平台台中市座的平台 如果他们成功的话 我觉得我们基隆市政府 应该跟他们要取经说 如何怎么样成功的放在我们基隆市 而用新的技术把贡管 然后把所有的缺失一次把它补齐 这可能会伤心动骨 可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一座 谢谢副议长还有我们的庄一座 带着我们来看基隆美好的未来 非常谢谢两位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 营养化碳重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券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 九 六 六 六 我是各样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而会需要出差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赵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所以大家煮吧 来 吻你 走 小心 你 应该要小心 一年前 妈 妈 妈 走 妈 走 哥 你赶快打电话啦 走 走 走 在1966的协助 从妇男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現在我要陪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 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的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爸爸出院後 該如何照顧他呢 別擔心 回家後的長期照顧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 完成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輔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周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 不擔心